Hello,大家好,朱春好 深夜又有些不太好的消息 逆下再添亡云 應編協調中心在深夜公佈 昨日再有兩名基礎疾病感染新冠病毒長者過身 年齡分別是74歲和83歲 不過並沒有交代是院舍的老人家 還是外面的老人家 第一名死者74歲女性有糖尿病 慢性腎功能不存即有腎病 和肝血管瘤等基礎疾病沒有接種過疫苗 這個長者在15號快測和核酸結果都是陽性 在高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接受隔離治療 16號轉期間出現多器官功能衰退 下午大約5時走遊 患者情況轉差經搶救無效 在昨日6時18分宣告死亡 第二名死者83歲男性有高血壓和慢性腎功能不存 等基礎疾病 沒有接種新冠疫苗 這個長者在12號快測和核酸檢測都是陽性 在高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接受隔離治療 15號凌晨呼吸衰竭和出現肺炎情況 16號晚上大約7時患者情況急劇轉差 7時44分宣告死亡 應變協調中心再次呼籲接種新冠疫苗 大家可以減少感應風險 更重要可以減少感應後出現重症或死亡的風險 再次呼籲6個月或以上的幼兒就可以打得了 其他尚未接種疫苗或加強劑的人士要盡快接種 你打了第二、第三針的 快點再打多劑加強劑 而老人家和慢性腹肺者也應該接種第四劑 以延長疫苗保護力有效減少感染重症和死亡 最好預約先 不過現在不預約 你直接走上去 他都會跟你打 可能會等久一點點 你看看就OK了 各位路友記 如果醫生評估過都說你能打的就打了 好 這一集先看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掃片尾截圖二維碼 都是你的支持